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的甚至比电影大片看着还带劲 可是我仔细一想这些人在当年印小天的插刀门都是有过参与的 也许有些朋友不大清楚 我先给大家大概说 一下这件事当初印小天的红火程度 不亚于现在的陆寒之类的流量小声 可是在拍摄一部影视剧的时候在录音棚里 分一名十八线女性边潇潇产生了一些矛盾 随后就被曝出小天动手打了该名女性 之后就是很多跟印小天称兄道弟的明星纷纷出来指责他 而且连真相的事实都还没有查清就开始的站位 特别是当时的杜纯 一边叫着兄弟 一边却讲着小天的各种坏话 之后在天涯救出了一个流行词插刀叫 整个事件的开端要源于一个叫之心 遇到网友在微博中发出一篇短文 文中大意就是小天在拍摄期间 跟边小小有了分歧 然后就动了手之后小天就出面发文澄清 还发誓趁自己没有动过他一根手指头 随后边叫小姐发文称 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抓我头发推我 要不是工作人员的阻拦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你现在居然还发誓 说没有动过我一根手指头 你还算男人吗 这时候两人都各执一死 可是在随后又曝出几张现场照片 瞬间就把小天推上了舆论的顶端 然后就有很多明星站在了小天的队里面 都在发文指责他 比如杜纯文章 贾乃亮 李晨 马依丽 李小璐 董璇等知名明星 再看到如此多的明星都在指责 对于我们不明真相 那网友来说 就更加没有分辨力 也都在跟着指责小天 自此小天的名声一落千丈 就算到现在都还没有翻身 要说这些插刀叫的队员最开始出事 的应该是文章夫妇 这两人的事情大家应该都知道一些 我就不详细介绍了 随后就是贾乃亮夫妇 这一对当时也闹得沸沸扬扬 不过现在两人关系已经有所缓和 接着就是董璇 这一对当时也会有所缓和